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欠银字签,就是欠了银丝的书签 不管是自己用的还是送给别人,都是很有面子的 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大约需要一部电影的时间就可以了 首先要选购一下材料 切好的书签料一份,0.5乘以毫米的长方形银丝一份 留书一份,或者像我一样挂两个木珠子就可以了 更紧接大方,工具需要一份勾槽刀 我用的书签料是大名鼎鼎的子光弹 由于它的硬度高,处理起来会更困难,所以大家要做新选择 除了子光弹,各类红木和金丝楠木都是非常合适的材料 此处就不展开讲了 在制作之前还需要选择一下想要镶嵌的字 由于银丝的粗细是很定的 所以撞书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而且使用撞书会增加一种端砖大气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要把你的字画在你的书签上面 那如果你买的料子没有打洞的话 在这一步你需要先打一个洞 后续的话就可以把打洞的痕迹打磨掉 用刻刀沿着笔记划一道浅浅的粪,不需要很深 这一步是为了方便钩槽刀雕刻 如果你选择的是子光弹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一个电动设备 我选择的是牙肌,用的是五星刀头 接下来用锅槽刀慢慢的勾出一个0.5毫米到1毫米深的洞 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的银丝全部的嵌入 并且有一点点的帽头 方便后续打磨 当然在这之前呢需要给银丝退火 其实我已经做了三个了 最开始的选择是0.5毫米的圆形银丝 那这个做完之后就非常容易掉 圆形银丝仅仅是最宽的直径的那一部分 是跟木头接触的 这种结构呢非常不稳定 打磨多了就会容易掉掉 长方形银丝镶嵌进入时 几乎每一个深度都可以跟木头接触在一起 又因为银具有良好的银展性 我们可以在外部敲击一下 银丝还会变形 把分析全部停牢 会非常牢固 然后打磨 先用120目沙纸打磨掉多余的银丝 还需要把棱角打磨圆润 再用200目沙纸往后一次增加 倍数约两倍不到 最后抹上木辣油 静置一天或者是几个小时 根据自己的喜好挂上流书或者是简单的绳子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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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